第九百三十七节 咦 玉鱼儿像是看出了什么 停止了音叉 她瞪着张眼 说道 你的实力不错呀 竟然可以抵挡我的天鱼音叉 不过 我刚才只用了三成的实力 接下来 我要用五成实力了 我警告你啊 你不想死的话 就把宫殿交出来 张眼这时候 已经不敢轻视玉鱼儿了 这条小鱼 虽然看起来很单纯 但实力却是非常强大 就算是面对第二步天寸 它也不会吃亏 难怪它能够跑到这一空前来 张眼心念连转 正次说道 鱼儿姑娘 你不是想要宫殿吗 我想和你做一桩交易 你答应的话 我就把宫殿交给你 鱼鱼儿对那个宫殿 显然极有兴趣 听到可以得回宫殿 她正是唤其道 说吧说吧 到底是什么交易啊 很简单 你跟随在我身边 每天吟唱三个时针 时间是一百年 怎么样 你愿意做这桩交易吗 鱼鱼儿的眼中露出一丝难死 我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一百年 也太久了 我会被家里发现的 万一我被父亲发现了 你会被他活活打死的 张眼眼中闪过一丝古怪之色 这玉鱼儿 虽然看起来 是十二三岁的模样 但他的实力这强横 堪比第二不天尊 第二不天尊 在元界之中 都是赫赫有名的大能了 就算是放到鸿蒙宗之中 也算是一个长老级的人物 甚至有希望成为宗蛮的老祖 这么一个强横的人物 居然是偷偷跑出来的 这真是难以想象 这条小鱼儿 应该是美人鱼族中的天才神 又或者是身份极为高贵的王祖 一直在呵护之下修炼 成长 张眼心念电转 对玉鱼儿的身份 有了一丝猜测 不过 他并没有说出来 只是笑道 放心吧 就算你父亲找过来 我也不会死的 玉鱼儿想了想 好吧 不过 你要先把宫殿交给我 张爷一笑 衣袖一服 一个圆月形的宫殿 正是从张爷的手中飞出 朝着玉鱼儿飞过去 玉鱼儿欢呼一声 手臂摇摇一抓 他这一抓 显然蕴含着莫达神通 五指须抓之下 一种奇异的力量 笼罩到宫殿之上 宫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最终化成碗口大小 落到了他的手掌之上 玉鱼儿手掌翻飞 拍出种种法绝 最终 宫殿 发出嗡的一声唱鸣 化成一轮淡淡的明月 悬浮在他的头顶之上 月亮洒出淡淡的月光 把玉鱼儿的身躯淹没 他的气息 也完全淹没在月光之中 原来这个宫殿 竟然是一个盗器 一个欺贫防御盗器 洒出来的月光 不但可以抵挡敌人的攻击 而且可以隐藏气息 张叶脸色平静 这种情况 在他的意料之中 玉鱼儿欢喜的声音 从月光之中传出来 好 这个宫殿 果然可以隐藏我的气息 我再也不用担心 父亲找到我了 张叶哑人一笑 原来这个玉鱼儿 要这口宫殿 目的就是用来隐藏气息 这个宫殿 虽然可以隐藏气息 但从玉鱼儿的实力来看 他的父亲 很可能是一位教主及天尊 区区一件欺品道具 想瞒过这么一个人物 奇葩是很难 张叶也不多说 宫殿已经交给你了 现在你就随我去吧 玉鱼儿痛快地说道 哈 一人一鱼 化成流光而去 一亿空间之中 黑漆漆一片 这里 每一寸空间 都充斥着一种 灰蒙蒙的力量 这种力量 有一个名称 叫混源之气 混源之气 乃是混沌之气 衍生出来的 虽然威力远不如 混沌之气的 意义一分之一 对于第二步天尊来说 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了 需要时时刻刻 运转力量抵御 想玉鱼儿 就投悬着圆光塔 把混源之气 抵挡在外 咦 玉鱼儿惊奇地叫出声来 他瞪着张燕 你不怕混源之气 张燕徐徐而行 笑道 混源之气 有什么好怕的 不对呀 我父亲说过 混源之气 乃是混沌之气衍生出来的 有着分解万物 忠于一切的威能 就算是天尊的肉身 沾到了这种混源之气 也难以清除 如果普通的天尊 尝细将暴斗在混源之气中 肉身就会崩溃 你这样子 可不要把自己搞死了 张燕笑笑不语 对于别人来说 这种混源之气 乃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但张燕修炼的是混沌大道 这种混源之气 对他来说 不但没有害处 反而是最好的补品 张燕一边赶轮 一边默默吞噬混源之气 惨悟混源之气的奥妙 简直是如鱼得水 短短十多天 他体内的混沌法力 就雄环的一层 一种泉水喷雄的声音 凭空出现 这声音极为玄妙 居然是在灵魂之中响起的 张燕脸色一醒 说道 这声音直通大道 直接在灵魂之中出现 难道这是混源道权 玉鱼儿这时候 也是一连的喜色 肯定就是混源道权了 我听师父说过 一空间之中 有着种种机缘 其中大机缘者有七 这七大机缘 第一是混源之光 第二是混源道权 第三是天尊遗迹 第四是眼花世界 第五是发现新世界 第六是上古异兽 第七是混源神才 混源道权 存在于每一层异空间之中 越是深入 碰到混源道权的机会就越大 近距离观看混源道权 聆听混源道权的声音 可以获得种种感悟 如果能够得到几滴混源道权 那就是极大的机缘了 快走 本姑娘要收取道权 鱼鱼儿兴奋着想 速度猛然提升十倍 张叶也是有些兴奋 紧紧地跟了上去 张叶和玉鱼儿加快速度 很快看到了一个雄奇的景象 一道白色的泉水 从虚空之中涌出 泉水喷涌之声 如同鲜月 动人之际 而随着泉水的喷出 方圆百里之内 还盛开着重重天花 密密麻麻的天花 映得方圆百万里 一片辉花 鱼鱼儿兴奋叫上道 老祖在上 我们居然是第一个赶到的 真是太好了 鱼鱼儿一边冲过去 一边叫道 快 我们快快出手 混源道权一出 一空间里面的上古异兽 很快就会赶过来的 方圆千亿里内的修饰 也可以赶应当 他们也会赶过来的 我们就转慢的话 就没有份了 鱼鱼儿手持着一支玉瓶 想要收取混源道权 但躲躲的天花 却是牢牢地挡住了 她的去路 这些天花 密密麻麻地 交织成一个玄傲的阵法 法度森然 鱼鱼儿虽然是第二波天尊 却一时之间 也无法打破天花 可恶啊 鱼鱼儿叫上着 手里多出一柄 浮光阴险的长刀 狠狠地朝着天花 站下去 一刀斩出之下 天花四见 一个十多丈长的口子出现 但鱼鱼儿还没有来得及 施展第二刀 这个口子 很快又被密密麻麻的天花 占去了 鱼鱼儿又占了几刀 毫无效果 嗨 鱼鱼儿瞪时垂头丧气 她修炼的大道 名叫天歌大道 属于灵魂方向的大道 修炼这种大道 她虽然可以轻易地攻击到 第二波天尊的灵魂 但真正的力量 并不强大 面对这种密密麻麻的天花 她就无可奈何了 张叶说道 我来吧 大步上前 一拳轰出 拳头之上 闪烁出种种光怪陆离的景象 这一拳像是开天辟地 包含着无限的力量 虚空巨阵 前方的天花 被一拳轰散了三十多里 玉鱼儿目瞪口呆 她奋力一刀 只劈开了十多仗 但张叶这一拳 竟然轰开了三十里 这种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好厉害啊 快快出手 玉鱼儿尖叫着 张叶正又轰出第二拳 前方的天花突然一变 密密麻麻的天花之中 又又出现 瞬间就堵上的缺口 恢复如初 哎 玉鱼儿脸色一滑 这天花出现的速度如此之快 根本就不可能轰散呢 眼看着道拳在面前 却无法收取 这种感觉 实在是太不爽了 张叶脸色平静 又是一拳红冲 这一拳 竟然轰散了五十里天花 但天花刚刚被震散 立即就无中生有 凭空出现 天补满满当当的 张叶微微惊讶 她修炼的乃是肉身大道 肉身薄纱 乃是她的特长 以她的修为 眨眼的时间里 完全可以轰出数十万拳 但以她的出拳速度 居然也没有机会轰出第二拳 这天花的恢复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要想收取道拳 看来只有权力出手了 张叶新年一动 身躯猛然间变大 刹那间 她的身躯变成了千丈之高 阵阵大道之音 从身躯之中传出来 更奇妙的是 肉身之中还散发着一道道光芒 光芒之中展现出种种的变化 仿佛张叶的身体 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世界 正在勃勃地生长着 演化着 这是肉身神童 法天相地 法天相地有九重 张叶现在只能施展出第一种 让身体变得千丈之高 虽然只是第一种 但张叶的力量 已经整整提升百倍 张叶微微动了一下身躯 只感觉到肉身之中 冲去着无限的力量 举手投足之间 就有着开天辟地般的威力 开 张叶低吼一声 悍然出圈 没有声音 也没有震动 张叶的拳头锁下 朵朵天花 被轰得粉碎 百里天花 瞬间被轰散 好厉害 这些太厉害了 鱼鱼儿小嘴张开 都无法合拢了 他乃是第二步天尊 自然知道 张叶这一拳 蕴含的力量 是何等的可怕 这种力量 几乎可以硬汉 第三步天尊 有着一种 打破一切 轰开一切的韵味 鱼鱼儿所在的 美人鱼翼族中 虽然强者众多 但这些强者 都是灵魂攻击厉害 像这种纯粹的力量攻击 根本没有水 可以和张叶相提并论 张叶瞟了一眼 玉鱼儿 你不是想要倒泉吗 还不快快出手 玉鱼儿醒了过来 欢呼一声扑上去 手掌连连抓住 一道道泉水被抓住 放入到玉瓶之中 玉鱼儿手里的玉瓶 只是一件半步刀器 收取了一阵之后 很快要满了 他喜气洋洋地收取玉瓶 朝着张叶说道 你不要 张叶微微一笑 我当然要了 玉鱼儿超级的 你这个人真是笨死了 既然想要 还不快快出手 再取的话 上古玉瓶就会赶来 你就没分了 张叶微微一笑 从容说道 放心吧 这道玉拳都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玉鱼儿正欲出生 突然眼睛瞪大了 他发现张叶头顶的虚空之中 突然伸出一道长长的树根 这条树根 苍翠而古老 灵动之际 就像是一条龙 一种淡淡的气息 从树根之中发出来 这种气息 虽然极淡极淡 但玉鱼儿依然感觉到一种绝大的危险 更可怕的是 他明明感觉到危险 身躯却是一动也不能动 显然 这根树根的可怕之处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只是一丝气息 就可以让他灵魂动静 无法动 好可怕的树根 这是什么树啊 这棵树不知不觉就出现 根本无法防备啊 完了 这下完了 要变成肥料了 玉鱼儿心头惊骇 胡子乱想着 就在玉鱼儿惊骇的目光之中 这根树根狠狠地扎入虚空 猛然轻轻地一拉 但是 一个难以想象的场面出现了 这间 那道混原稻泉 竟然被这条树根 硬生生地扯了过来 扯入到一个宏大的世界之中 消失不见 玉鱼儿结结巴巴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张义淡淡说道 没什么 只是请了一位老前辈出手 把这道道权移到我的世界去了 好了 我们走吧 张义拉着依然呆滞的玉鱼儿 直接离开了 张义离开半炙香之后 一头身躯庞大如山 浑身碧绿如水的上古异兽 凭空出现 上古异兽的背后 竟然盘坐着一老一少两个人 其中 少年人气质高滑 双眼如星 似是一尊帝王 而他背后的灰衣老者 则是平平无情 像是不存在一般 灰衣老者 打亮了一下周围 眼中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很快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知道吗 这道道权 已经被人收走了 少年人的眼中闪过一丝栗色 追上去 杀了他们 回忆老者微微点头 一拍坐下异兽 上古异兽 瞪时发出一声怒吼 身躯化成一道碧绿泉水 朝着一个方向 追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